哈喽大家好,我是响哥 今天下着小雨,我就不去买菜了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乡的扫子面 首先准备用到的食材 这个是泡发的木耳和黄花菜 有的人说我像望小飞 像吗 首先来和面 盆中加300克面粉 两克食用碱面 用温水和面 先和成絮状 然后挤压成团 跟上盆子或者保鲜膜 醒10分钟 再准备一些肥瘦相间的猪肉 改刀切成丁 切好后装碗备用 土豆削皮洗干净 切成小丁 再切点胡萝卜丁 泡发的黄花菜 切成小段 木耳稍微剁小一点 再切点豆腐丁和葱花 全部的食材准备好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开始擀面 先将饧好的面团揉光 安扁 再撒上少许的面粉 用擀面杖推开 擀成一个大面片 今天小哥活得太硬了 所以说擀起来有点费劲 边缘上也有点裂开了 起锅 加入红麻油 接着倒上切好的肉丁 用勺子将肉炒散 如果肥肉多的话 可以先炒肥肉 然后加一点酱油 上色 烹一点料酒 去腥 小火炒一分钟左右 加一勺大料粉 两小勺食盐 再次翻炒 接着倒上切好的胡萝卜和土豆丁 再加一点葱花 继续炒 香味炒出来之后 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 开锅后煮一分钟 倒入黄花菜 切好的豆腐和黑木耳一同下锅 加少许鸡筋 外筋 再加一点胡椒粉 再用土豆淀粉够芡 增加一下浓度 也可以不用够芡 再次开锅之后 淋入一个鸡蛋液 也可以将鸡蛋摊成蛋皮 放入 最后撒上切好的菠菜 再来一点葱花 扫子汤就做好了 先放在旁备用 然后开始切面 擀好的面 叠起来 用菜刀切成细一点的面条 切好后 将面条抖散 开锅后下入面条 用筷子搅动一下 将面条煮熟 然后捞出来 捞入碗中 最后盛上做好的 扫子汤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日晚鲜香美味的 家常扫子面就做好了 请大家参考 你们的家乡是怎么做 扫子面的呢 欢迎在评论去留言 讨动哦 这样的扫子面 我能吃三碗 今天小费做的这个 是我们家乡的扫子面 再来一半蒜 再来一半蒜 美的好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就多吃啊 currency 你到爸爸捅了一个小呼吸 吃icação 吃 pound 谢谢